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个最新的消息 微软公司呢在刚刚宣布 将以54亿欧元折合新台币大约是2100亿元 来收购Nokia公司的手机部门 Nokia呢这几年因为面临了苹果公司和南韩三星的竞争 手机的市占率大幅的缩水 而现在Nokia手机部门将转卖给微软 Nokia公司表示这对公司本身还有投资者来说都是很好的发展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